人生百态皆有胡同 酸甜苦辣亦在分享 一个人能有时众生 一天却运藏满香 我是张瑶 要带你去敲开别人的新闻 看一个人的一天 发源胡同15号 然后这就是我上班的地方 叫清风馆 我叫Candy 然后我在青年制工作 我所在的这地方叫清风馆 是我平时上班的地方 我是一个人类学研究员 做的是气垫文化研究的工作 你好 嗨 这些酒瓶是我们开了一个派对 一晚上喝的 一晚上 才喝这么点 还有箱子里面的 我们这边两个屋 这个叫小宇宙 这个叫大爆炸 还有名字 工作的时候做头脑风暴的地方 这辆车是我男朋友David做的 就是在淘宝买的一些竹子 自己做了一样 真的能骑走 上班之后第一件事情 就是跟David 那里快乐小黑跟胡同里认识的人 比如说杨树树啊 那个边大体啊 他们打打招呼 这条是我们的经典线路之一 这里二环边上的小花园 是我们很喜欢的地方 夏天的时候这里很舒服 冬天有点太冷了 夏天的时候往前走 还有乒乓球台 这个去年的情人节礼物就是一对乒乓球派 然后我们就会去打乒乓球 他在那个乒乓球派上画了一个 太阳 另外一个乒乓球派上画了一个 月亮 然后一个是代表了开心 一个是代表了不开心 不开心的时候可以打打乒乓球 通常我们那个六小黑六到这儿就有一个厕所 我们的朋友杨叔叔呢 他就负责看这个厕所 做这个厕所的保洁 最近我跟我的那个小伙伴David 也会做了一个小小的项目 叫胡同里的沙发人类学 出了一本小小的电子书 然后也做了一些活动 去看看胡同里的沙发 沙发里做了些什么样的人 我们会跟这些人聊聊沙发 也聊聊他们的生活 这我爸去年来的时候给我爸没的 然后就给杨叔叔 比那个厚吧 暖和点吗 不知道 当时杨叔叔就坐在一个厕所门口 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好像 一个人只能看两个 那为什么让你看了四个呢 就是因为我的厕所欠负 什么 说他们认为他好欺负 所以别人看了就让他看了四个 拜拜 小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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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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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就去上班也没有固定的座位 大家爱坐哪就坐哪 如果不出去做访问的话 基本上我的工作会在电脑前 然后做一些很多研究 你为什么上班时间要玩游戏呢 因为这是我的业务需求 谢谢 帮我升级 哈哈哈 帮你升级 我是玩家带练业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帮你过来点一下 我现在要去开会了 今天的年轻人 他们会更早的去希望更多的了解自己想要什么 因此他们人生的探索也开始了更早 今天他们面对的选择更多 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探索会更深入 所以很多人在探索了很多的东西之后 还是没能找到自己最想要的 对 然后能帮我加一份那个酸辣水尖的就是小菜吗 是小菜吗 你十块 你十五 赶紧给 好好好 真是的 不要给我一毛的好吗 丢人哪 真是的 刚刚那个人来的时候也拍啊 真的你还拍 你再给两块 你也再给两块 你也再给一块 我每次吃面汤我必须要先穿上我这个外套 为什么呀 因为我穿上是把衣服然后用筷子嘛 所以我不要衣服脏 可以说个外面你的名字 张瑶 张瑶 对 我叫Hannah Hannah 你是哪国人啊 你猜 我猜 猜吧 你是欧洲的 我是 美国的 是 吃完饭了 有点困 发回微信歇会儿 然后继续工作 其实很多人都问说 啊你做青年文化研究 那你到底是怎么接近年轻的 我觉得年轻可能更多都不是一个年龄上的年轻 而真的是你愿意相信不同的可能性 你勇敢的去尝试 你相信梦想 它其实是一系列的相信 这个是我坐的竹子自行车 这个车架都是竹子的 这么酷 对 我现在要出去那个 需要给肯定买一个亲人节的礼物 拜拜 拜拜 4点钟的时候我们会有音乐 然后是我们的下午茶时间 可以休息会儿 给你 给你 一般都是你的 你皮色 果然有音乐 嗯 现在就属于下午茶时间 这是今天的DJ 你们是每个人轮流做DJ吗 没有 就是那几次了 号称比较音乐品味的那几次 一般我们的音乐更帅更酷 这个就是Ready的音乐 小清新 长那么高那么小清新 你看我多幸福啊 我欣赏了 你看我多幸福 多幸福 谢谢 sorry David 哈哈哈哈 超级服务 5块钱一个小时 我在广州念的大学 然后在大学的声音都是中文 当时我就特别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记者 正巧当时参与了一个研究项目 当时我去一个对访者 当时也是体验到了研究是怎么发生的 后来我就开始关注这个领域 后来也是因为 为了这样一份研究的工作来到了北京 然后08年来的北京 现在已经6年了 一个人物他会有这些属性 是背在他身上的 你看 what the heck is that oh I want to play with the panda man 他走了去哪 他进水里了 你在这工作多长时间了 嗯 不太长大概就一个多月 哦那你是刚毕业哈 嗯 你是在哪毕业的 香港大学 他听懂英文 哈哈 他原来是中国的狗 我是在成都剪到 剪掉他的 但是后来 只用英文 用脑破度 口渴了 到水里 你能是几点下班啊 啊 七点 那有谁的啊 那个是我们大管家 大管家说几点就几点 我觉得研究本身 其实是一个非常促进 同情的工作 因为你看到各样的生活状态 你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想法 你看到各种不一样的选择 你看到各种各样的统治 或者矛盾 或者纠结也好 你会去思考说 那太多的东西 哪些东西是我认可的 哪些东西它是可以应用在我的生活上的 耶 下班了 那你接下来还有什么安排吗 回家做饭 吃饭 吃饭 吃完 看美剧 然后呢 画画 再然后呢 跑步 再然后呢 看杂志 ok 那我就不做电灯泡了 然后明天情人节祝你们 情人节快乐 我老婆还在睡觉 所以我先出去工作 我是夏经文 我是来自香港的 我们在香港走路的很快 只是因为时间很紧 我们要一天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们这个农师团 由我太爷爷创立了 今年是90年 现在我是第四代的传人啊 我拿了刺激的世界冠军 我拿了刺激的世界冠军